真的... 要講真的 講到這怎麼辦 講到自己的話 主持人各問一題吧 這有遙控器是不是 沒有... 講到自己的話 主持人會各問你一題喔 來 S先吧 有一題是我們康熙的傳統題啦 真心話一定要玩的 在靠近現在的一次 天啊 真的喔 怎麼每次旁邊都... 因為你很久沒到女朋友了嘛 那花錢的那一種啊 這個真心話... 如果說錯 我等一下下去就摔死 我從來不花錢 我從來...我不嫖妓的 對... 來... 是不是真心的 應該超過一年 有一年半嗎 一年半 這假... 一年半左右...一年左右 一年 一年左右 那個女生啊 是圈內人嗎 不用講名字 圈外 圈外人 圈外人 圈外就要講名字嗎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些 不是 那為什麼會不懷念 為什麼會不懷念啊 我好 我講好 因為是在一起過的... 在一起過的女生 然後她那個時候也沒男朋友 然後我們... 你說只是為了要那個人... 就是有去吃飯 然後看電影 不要... 讓我重新整理下這個故事 有在一起嗎 有在一起 就是以前的女朋友而已 然後她那段時間也沒男朋友嘛 這是一個順便的心態 沒有順便... 我們就有吃飯 然後看電影 有過程的啦 不是只有那一天... 就是我們... 你說講好就是我們這幾天都單身 就來一次 沒有... 好可怕喔 我們做經典的好可怕喔 就是... 就是比方說我們很久... 很久沒有碰面了 然後再碰面 然後就... 一碰面就說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晚上就把她帶回家嗎 沒有 先那個再帶回家 沒有 就是有一段... 好像是兩三個禮拜 你是大人耶 你真的是大人的感情生活耶 就是說其實這個人也處得很愛 不是老人 所以就約她說反正... 我覺得很成熟啊 對啊 就很像Sex and City裡面 演的那一種 過程就是... 對 就是吃了飯 然後喝了一點小酒 那也不錯啊 滿有行調的啊 你有聽懂她的意思嗎 她說因為是這樣 所以就沒辦法常常懷念 因為不是出於激情的 對 因為如果說那次的 如果很好的話 搞不好會就走回頭路 或是什麼的 所以又再約她 然後她再親熱第二次 只是覺得說 你說幾次啊 我沒有那個體力 不是... 其實你不能把它解除為 她是為了親熱而一直約她 對 我是想像這樣 就是他們是有點 打算要恢復看看交往 然後當中順其自然的 有過這一個部分的生活 那結果各方面衡量起來 都沒有什麼燃起激情的感覺 所以就又放棄了 那奶奶知道這件事嗎 還不知道 奶奶... 對... 圈內中妳覺得那個 妳最不喜歡誰的那個... 時尚 對... 是說整個演藝圈嗎 沒有 就覺得就是 腦海中有沒有幾個 浮線的名單 就是... 覺得很俗是不是穿起來 對 就覺得... 對 對... 妳是不是人啊 妳剛剛講哪個大嫂 妳給我三個提示好不好 對啊 沒有... 沒有... 我帶給我小米酒啦 沒有... 很恐怖 一個啦... 一個啦... 好啦...一個 三個太狠了吧 可以先大概形容她的穿著 是哪一個地方 讓妳覺得不是時髦的 其實圈內還滿多這樣的人 對啊 我就說三個 真的不為過好不好 就是把... 就太多重點在身上吧 我覺得 歌手界還是主持界 歌手喔 歌手不是都打歌... 對啊 所以一般民眾 也是覺得她是時髦的嗎 我覺得太多了 身上的東西 顏色太多了 私底下好像也是吧 所以民眾會覺得她是時髦 可是只有妳看得出來 應該大家覺得她是流行 會跟著她流行走 有發片嗎 是團體嗎 不是 很紅對不對 天后的 天后... 等一下 要知道 花花 不問妳也... 不問妳也猜得出來吧 猜得出來啦 到這邊就好了 好 不要再講 對... 其實我圈內有幾個藝人 是滿怕的 女生跟男生都有 那女生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滿怕滿意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對她有喜歡的感覺嗎 因為她眼神其實很會放電 你知道嗎 我說我怕的時候 不敢去看她 不是叫妳跟她表白 不是叫妳跟她表白 我跟她表白啊 我跟她表白啊 妳在怕是說怕出事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怕 就是會盡量不要靠近她這樣 所以題目是... 對 為什麼她的眼神這麼銳利 妳常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她都吃那個夜紅酒 不要浪費60分的那一時間了 我要問... 我要問她說她所有的 就是這麼多的緋聞男友裡面啊 如果要讓妳復合的話 妳會找誰復合 我最近還滿常想到Milton 為什麼 因為我當時把她罵成這樣 沒有 我就覺得有一點 就是不好意思啊 因為妳把她罵成這樣 沒有啦 我就是覺得 就偶偶會想到她 對 就會想復合嗎 不會啦 不會想復合 只是有一點懷念是不是 對 懷念 就是我有...就是喝醉的時候 還以為有打給她 懷念她什麼事 懷念她什麼事啊 懷念她就是 就是躺在我床邊的那樣子啊 就或者是打電腦那個樣子啊 因為現在房間就變一個人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 就殺了一個人 所以是以前看她會想說 煩耶 幹嘛一直在我家 可是現在會想說 當時有人陪真好是不是 對...那種感覺 這樣子 來 請吃合作 那妳復合嗎 怎麼辦 好啊 我有存在的 我先聽聽看妳的問題 會不會讓我們很害怕 好 我本來是想要問一個那個 關於車子上面 汽車精品啊 好 那個... 我安靜系人耶 好 我本來是想問她說 開車的時候啊 如果看到那兩根 會不會很想把它拔掉啊 雨刷 本來就是我後來都不能問 我會跟妳講 我會再加一支雨刷更清楚 這一題我們就算不玩精進話 我也想問的啊 在妳那個年代 妳有沒有... 她跟鳳飛飛 我那個年代是吧 來人啊 我不好跟妳問的好不好 她年代怎麼樣 妳有沒有... 就是在那個年代 妳最不喜歡的歌手 好像在聽電腦 不錯啊 這題可以... 我想一下喔 妳最看不順眼的歌手 有沒有啦 是有很多個嗎 有啦 這也是一個少女團體這樣 但是我們的 你不要緊張 我跟你不同年代 對 我就覺得說她已經是答案很重 對啊 很清楚啦 是跟妳自己同一個團 還是另外一個團 另外一個團 所以怎麼惹到妳呢 她沒有惹到 其實她沒有惹到我 就是她的行為 作風 會讓大家很驚豔就對了 對 是耍大牌的那一類嗎 她不是耍大牌 她是很怪異的行為 就因為那時候我們常常 有可能有人比妳怪異的 這樣是你外滿多 怪在哪裡 就比方說 有一次我們會跟那時候的小寶 張女生 然後王傑 然後老爸 然後我們就會 星星月亮太陽 遊玩派燈 小虎隊 紅海 一起去學會演唱 然後她就會畫一個... 就她就會大家都在休息 她就從頭... 第一個 然後開始 她就會開始唱歌 唱不是她自己專輯裡面的歌 比方說我現在要為大家帶來一首 張女生的什麼什麼什麼歌 王傑的什麼什麼歌 就一個歌唱 然後唱完最後 然後...而且她化妝很神奇 就是她覺得她的臉很寬 所以她每次在這邊都打那個 陰影打得非常的深 然後呢 剛好我們那個飛姐 那時候來了一個很250的那個 還滿250的宣傳 就我以前大家就假熟 然後開心的聊得起來就說 萌萌姐 就是 其實我們認識那麼久 我想問你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你為什麼那麼紅了 還不把你那兩塊太近去打掉呢 她已經畫到像彈性 還能這麼白目吧 真的 真的 那個真的很白目 而且她也畫得真的很深 那當時聽了是做何反應 她就是 我們就一陣... 大家就一陣... 不敢笑 對 然後忍住 然後回到座位再開始笑 那她當場不是臉都綠了嗎 對 而且她那時候跟某一個 也是飛姐的某一個男生的 有Band的團體 你在幹嘛 我們在想說 那到底是團體的幾個人 有Band的一個團體傳出緋聞 然後傳出緋聞之後 她又去勾引另外一家 唱片公司的一個男藝人 現在也是某一個音樂製作人 因為我勾引這個字很重喔 對 因為她真的是勾引 那請問一下 她這個團體是幾個人 三個人 所以明星現在還在線上嗎 不在 所以我才敢講啊 所以她退出了 她知道妳不喜歡她嗎 不是 只有我不喜歡她 那她有結婚嗎 我不清楚耶 OK 所以... 可以了啦 好啦 她有交差了 對 她講出人名 我們也吃不消 對...受不了 好 白雲 謝謝男生 讓我們介紹 對... 對... 好